講到處理生命的其中一件事是受人影響 例如我們工作的表現夠好 或者我們被自己壓力 就怕人們看到我們做得不好 或者實際上有些人做得不好 於是我們的心裡面會有壓力 這個壓力如何應用呢? 是輕鬆得性 大家試試想一想 應用輕鬆得性的原則 但當我們覺得自己做得不好 覺得自己不達標 於是有壓力會緊張 覺得別人好像不接留自己 自己會批判自己 我們如何處理這件事呢? 你說吧 我覺得輕鬆得性用神的價值觀 來代替我們世界體的價值觀 用回神的觀念就是神愛我 在我的生命裡面已經有美好的計劃了 所以我不用那麼注視 擺在自己的心上形成有壓力 應該要輕鬆 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我們去改進 有好的我們不明白 不要緊要 我們再要去繼續嘗試 就是不要把別人的看法放在自己身上 因為人是很難活捉的 為什麼呢? 當我們跟人相處的時候 發覺你做到一樣 可能他會說你做到另一件事 做到不夠好 那樣好 他又會說你另一件事 也會說你另一件事 我們自己也會有一個控訴者 一個控訴者 其實我們人會控訴我們 我們自己也會控訴自己 所以你會常常說 就是 為什麼學來學學學不到的呢 為什麼總是不能進步呢 我們就會給自己一種壓力 這樣的時候 那個人就會 能夠發揮到的 那怎樣能夠擺在這件事呢 還有沒有人想說 擺在這件事 能夠輕鬆 不受人影響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就是 輕鬆的時候你的表現好 還是你壓力的時候的表現好 輕鬆 輕鬆的時候表現好 其實這件事是很吊詭的 意思就是很矛盾 輕鬆 可能做事或做得不太好 但事實上人 當他輕鬆的時候 他的心就沒有那麼緊張 肌肉沒有那麼緊張 血管沒有那麼緊張 於是血管就會流通 大家有沒有發覺 如果你見公 未見的時候 你坐在外面排隊 如果坐在外面排隊 坐在外面排隊 越坐在外面排隊 就可能越冷 心就緊張 好像又壓在心中 好像又壓在心中 這就是自己被自己壓力 糟了 待會怎麼辦 但如果你知道那件事 是你已經說了請來的 不過你一定要見一見的 已經是你熟朋友 已經說了請你 坐在外面排隊 你坐在外面排隊 就一直沒有 可能你都會想一下 但你會輕鬆很多 你進去的時候 他問你問題 你就會很容易說出來 這個人就是人輕鬆的時候 他就會沒有那麼受難 一緊張那些血管就會受難 其實我們經常都留意自己 有什麼時候 是被自己壓力 被自己控訴 因為魔鬼就是控訴弟兄 就要控訴弟兄 如果我們做了魔鬼的人 就像魔鬼一樣 就要控訴自己 就自己沒有力量 第一 就是知道控訴沒有用 而且知道神 看重我們 神會提升我們 還有什麼可以幫助我們 在那一陣子 當我們覺得 人們又不批判我們 我們還有什麼意念 其實很多意念 都可以用得著 即是沒有限制 例如你想到 在這個情況 這個意念幫到你 你就可以用了 人都是罪人 對 人都是罪人 於是怎樣 不如說罪人的時候 對 於是怎樣 是怎樣 意思就可以不用理會 對 即是不用理會 因為他是人 你去到哪裡 都會有人控訴你 說你做得不好 如果你聽過的話 你就永遠做 也會做得不好 但當你輕鬆的時候 那些說話 不用放在心上 你就會沒有控訴你 OK 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自己正面一點 輕鬆一點 做得更好 我們神人是不遷復的神 是 你也是不遷復的 我們是不遷復的 祝福的 給我們看 一個好的愛 神是愛的 是 這個就是 深信神在愛著我們 當我們想神在愛著我們 也同時有其他意念出現 有什麼意念呢 會有相反的意念 有什麼相反意念呢 有時候神都好像沒有幫我 不知道是不是愛我 就會有這種意念出現 我們如何處理這件事呢 用神的說話 鼓勵自己 是的 因為神解選我們 其實神責禮已經是最好的 是的 無論我們做到 怎樣的神 都會永遠都祝福我們 是的 我們是神的兒女 我們是皇子 我們是公主 我們是寶貴的 我們是寶貴的 非常好 大家都開始這些意念 都習慣了 常常都用這些意念 同時最重要最重要 最重要最重要得靈 在那時候開心時得神 是的 耶穌在愛著我的 耶穌在一起 這是屬於什麼的祈禱 我們說有兩種 一種是恩典的 另一種是什麼 责任 是的 责任或是戒命那種 恩典那種是怎樣的 神在愛著我的 神在祝福著我的 事實上神在祝福著我的 神在幫著我的 所以 不要緊的 就算有人看小我 不要緊 我也是寶貴的 耶穌在愛著我的 跟我一起的 即是神是不斷地服侍我們 我們就嘗試 事實在這個狀態 也同時有愛耶穌 感謝耶穌 耶穌愛我的 感謝耶穌 耶穌和我一起的 感謝耶穌神會發揮我的 我想問大家 你們都有點熟練 但你平日常生活 有沒有用不到 有 經常用 感謝主 因為要操練 即是當你去進入事務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不足 但當進入了一個輕鬆得性的時候 會給自己很多正面的吞醒 以及意識到聖靈的提點 在神的愛裡面 會覺得很自然 很有喜樂 這個要練習幫我 即是聽你說 你已經成為一種習慣 正在操練 希望這個習慣會持續 感謝主 你們其他人 有沒有發覺都在做這件事 或者有時又被打沉了 又犯一例大雷 我們是要求聖靈充滿的 即是自己感覺 聖靈充滿的時候 是有力量的 是抗拒到魔鬼的 是犯罪的 這個方言 是會對罪來講 是強一點的抗拒罪 如果 如果 遇到聖靈充滿的時候 便會有力量 好 你先用字眼 要求聖靈充滿 用這個字眼 要求聖靈充滿 有否好 好不好 我們要求聖靈充滿 其實聖靈充滿 我們 我們信耶穌那一刻 聖靈充滿 是嗎 不是 信耶穌就充滿 信耶穌是甚麼 是有聖靈 有聖靈 有聖靈 和聖靈充滿 有否分別 有有有 分別是 聖靈充滿是高度的 被聖靈充滿 高度有神的動力 高度有神的動力 高度被神主理生命 如果剛才說 要求的意思 好像我們的主導是自己 是 但這個字眼 要求 有否不好的儀式 例如我們和其他人說話 我們其實用字很重要 例如我上台說 我們要求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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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求有否不好的儀式 有否有主導權 主導權在自己身上 第一是主導權在自己身上 但我們都可以請求 我請求 但為何要求這件事 好像有些不太好 用這個詞 有些不太好 有些不太好 除了命令 還有一個意念 就是他不太好 要求你 我要求你做什麼 老闆要求你做什麼 就是這樣 所以 因為神今天很想 是神主導 親近我們先 所以要求這個字 希望我們不要介意 為何呢 凡是說話 無論是上台不上台 或是平日和人聊天 都是留意我們 都要用這些字眼 請求 請求 歡迎 歡迎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字眼我需要用 相信聖靈充滿 有些什麼不同呢 即是神想充滿我們 不是我去求祂才來 根本祂想充滿我 所以我深信神很喜歡珍認我 我珍認祂很歡喜 祂很歡喜 祂很歡喜來到我身上 祂很歡喜我 對祂有反應 其實我想教大家 就是經常用神的眼光 看一眼 神做我們有個前途計畫 神很愛我們神 神大大使用我們 神很想充滿我們 神很想層次能力給我們 神很想提醒我們 神很想提醒我們 全都是神想的 神會感動我們 當我們回應神的時候 神會一直提醒我們 神會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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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